大家好,我是Epicxia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位不逊色于成绩四汉的人物 他就是活跃在秦末、楚汉战争到汉文帝时期的匈奴领袖 末独产鱼 他的人物经历就如同很多的网络小说主角一般 从一开始的人身低谷、大难临头 到突然崛起、扮猪吃老虎 出其不意地击败敌人 并且有着长远的大局观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在历史上,第一任被记载的匈奴领袖是投曼禅鱼 他有一个儿子,就是末独 末独也本就已被立为太子 可后来匈奴的胭脂也就是投曼禅鱼的正妻 匈奴皇后生了个小儿子 禅鱼想要废掉末独的太子之位 立小儿子为太子 于是禅鱼就派末独去大肉汁做人质 肉汁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政权 等末独到了肉汁之后 投曼禅鱼就立刻发兵开战 意思是想让肉汁杀死末独这个人质 可万万没想到,末独逃回了匈奴 草原上弱肉强食 在这样的情况下,末独都能逃回匈奴 投曼禅鱼觉得末独很不错 就让他统帅一万骑兵 可末独却从没有忘记投曼禅鱼的所作所为 末独制造了一种射出去会发出声响的响剑 并对他的部下说 我往哪射响剑 你们就跟着我的响剑往哪射 但凡有不尊崇者斩 一开始末独射一些鸟兽 有一些部下没有射 末独就杀了那些部下 后来末独射自己的马 也有一些部下没有射 也被杀了 再后来末独射自己的妻子 部下们很惶恐 还是有不敢射的 又被杀了 过了些日子 末独出去打猎 用想剑射鱼的马 左右的人跟着末独射向那匹马 末独就知道这些人可以用了 最后末独和投曼禅鱼一起出去打猎 末独用想剑射向投曼禅鱼 左右也跟着万剑齐发射死了投曼禅鱼 末独再把他的弟弟和母亲 以及不服他的大臣杀死 就这样公元前二零九年 末独自立成为了新一任匈奴禅鱼 这一年也是前二世胡汉继位的第二年 末独当上禅鱼后 当时匈奴东边的游牧民族政权 东湖十分的强大 听说了末独杀父自立的消息 便派使者前去向末独索要投曼禅鱼的千里马 末独和群臣商议 群臣都说不能给 末独却说 既然都是邻国一匹马给了就给了吧 不需要那么的吝啬 这件事情过后 东湖以为末独畏惧东湖 就再次向末独索要他的皇后 胭脂 群臣大怒 说要发兵攻打东湖 末独却说 干嘛那么吝啬 一个女人而已 给了吧 东湖却越来越猖狂 开始侵犯匈奴的领地 东湖和匈奴之间有一块一千多里没有人的空地 双方都在这里设置前哨 东湖派使者对末独说 前哨以外的所有地方 我们东湖都要了 你们匈奴人不可以过去 末独和群臣商议 群臣却说这是一块空地 可有可无 给他们也可以 可没想到末独大怒道 土地是国家的根本 怎么能拱手让人 末独杀掉那些建议让出土地的人 率兵出击东湖 东湖因为轻视末独 没有设防 被末独所消灭 并且俘虏了东湖的百姓和财产 末独归来后 又向西出兵打跑了肉汁 楼帆 白羊 河南王 光复了所有在秦军所夺的领土 和汉朝以河南塞为界 而在这时 刘邦正在和项羽打仗 中原的地区十分残破 末独才能一军突起 拥有三十万的军队 不仅如此 末独了不起的地方 更加体现在 他将匈奴的势力发展到了巅峰 因为从匈奴的祖先 到投曼禅于为止 匈奴的势力时大时小 但是到了莫独禅于的时代 北方的游牧民族和蛮夷都服从于莫独 和南方的中国为敌 此后 匈奴的世系和国家的官位名号 才又被记载下来 后来 莫独又征服了北方诸国 于是 匈奴的贵族 大臣都全身心的臣服于莫独 认为莫独禅于 的确是匈奴最贤能的禅于 刘邦在公元前202年一统天下 然而两年后就爆发了和匈奴的一场大战 公元前200年 这时汉朝刚刚建立 刘邦把韩王信派到带地 但是因为匈奴入侵 韩王信就投降了 刘邦得知消息后 率领士兵前去迎击匈奴 正好遇上寒冷的天气 士兵们首有被冻伤的 于是 莫独就假装败走 并且将自己的精兵藏了起来 只让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出战 所以 汉军32万人 全军出动来追杀莫独 刘邦首先抵达了平城 后面的大部队步兵还没有跟上 莫独就指挥着他的40万铁骑 在白灯山把刘邦包围了起来 匈奴的骑兵在西方全是白马 在东方全是青马 在北方全是黑马 在南方则全是赤色的马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邦派了使者秘密地送给 莫独的皇后很多礼物 所以皇后就对莫独说 两方的君王不应该互相围困 即便得到了汉朝的土地 也没有办法在那里居住 况且汉王也有神将住 请参与仔细考虑 不仅如此 前面投降了的韩王姓的军队 迟迟不来会师 莫独害怕他和刘邦联合 就让大军打开一脚 让刘邦逃走了 最后莫独领军回去 刘邦也派遣使者 前来和匈奴议和 在这之后 投降匈奴的韩王姓 当上了匈奴的将军 他和赵丽 王皇经常入侵 戴帝和云中 后来汉朝将军 晨曦谋反 和他们一起入侵戴帝 汉朝派遣反快 率领大军击败了他们 重新的夺回了戴军 燕门和云中等军县 但是没有越过边赛 后来又因为时常会有 汉朝的将领投降匈奴 所以莫独经常来往于带地 频繁地侵扰汉朝 汉朝对此十分的忧虑 刘邦就派公主前去和匈奴和亲 并且每年奉送给匈奴一定的礼物和粮食 莫独才稍微的停止下侵扰的活动 后来刘邦死去 惠帝和吕后的时期 汉朝刚刚稳定下来 匈奴十分的狂傲 莫独写信给吕后胡说一番 吕后想要攻打匈奴 但是诸位将军都说 告诉刘邦都打不过啊 吕后才放弃进攻的主张 接着和亲的政策 直到汉文帝时期 还是在接着推行的和亲政策 但是匈奴幼贤王却经常侵扰和屠杀 边塞小城的人民 汉文帝就派遣丞相冠英 率领八万五千战车和骑兵 前往攻打匈奴幼贤王 幼贤王逃跑到了塞外 汉文帝则亲自抵达了太原 这时国内有人造反 汉文帝也就回到了京城 丞相冠英的军队也就减散了 第二年莫独写信给汉文帝 表明匈奴幼贤王的入侵 是没有经过莫独的允许的 为了惩罚幼贤王 莫独派他去进攻 已经西迁的肉汁 并且已经击外了对方 不仅如此 现在还吞并降服了西域二十六个国家 现在的北方已经安定统一 莫独表示想要修复和汉朝的关系 让其草原上的子民们休养生息 汉文帝看到兴之后和群臣商议 群臣表示赞同义和 汉文帝也回信给莫独禅鱼 并且赠送皇帝的服装 表示愿意修好 不久之后 莫独禅鱼于公元前174年去世 好了 谢谢大家 我是epic shop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台独 Sprite 在这一分精年